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9月12日 星期一 開始前記得看下大家 訂閱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新聞集團這兩個頻道 還有有能力的支持Patreon頻道 多謝大家 已故島王航生的三房長女何超雲 昨天有消息說消防隊長的男朋友求婚 而且已經答應了 其實出名低調的何超雲都算情史不算很多 曾經傳過跟皮草太子爺王大葉拍拖 又說他跟周柏豪暗交過 不過說到最為人熟悉的 一定是2011年的時候 戀相給他帶12年的陳山聰 當時真的愛得高調 2011年年僅22歲的超雲 就獲當時34歲的陳山聰大追了大半年 其後陳山聰就追到了 超雲更加帶陳山聰見家長 和男朋友和家人一起去到四季酒店吃飯 而且高調在社交媒體上曬恩愛 當時當然是全世界都說 陳山聰可以找到大靠山 所以令他拍劇的態度惡劣 之後更加和乾家姐五穎薇罵了 而陳山聰就甘願放棄演藝的工作 24小時後面做根德男友 還不是找到大靠山 雖然這段戀情負平不斷 但陳山聰公開承諾會好好愛超雲 超雲也非常力支持當時的男朋友 他說 我不管他養不養得起我 最重要他對我好 心愛我就足夠了 而他們兩個拍拖的時候 都是不斷地吃喝玩樂 諸如此類 又經常四出結伴同遊 身形也越來越肥 去到2013年 超雲和陳山聰分手 失戀 失業 失形象 失金錢的陳山聰 就回去梁家無線 最初都沒有什麼重用 不給重用 不過後來熬了 三年和現在都整十年 買掉這個 當時的花名叫做四失聰 買掉四失聰的形象 之後 在TVB好像都重用了一些 超雲和陳山聰分手之後 修心養性也變得更加低調 回到以前的緋聞 不過他沒有否認 霍英東集團的副總裁霍啟文 他就否認 皮草太子爺王大葉好像拍拖一年 陳山聰也是拍拖一兩年 這次相對來說 不是太子爺就是總裁 最多是陳山聰 算是棄子佬 最終答應求婚的消防隊長 好像跟太子爺的身份有點相比 當然消防隊長我也覺得他很厲害 但可能地位就會變得有點懸殊 不過超雲其實現年都33歲 結婚也是時候來的 這次的留言暫時來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